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违界应该招不到资质好的弟子 但在看见殷灵和翟普通的资质实在是差无可差之后 仍旧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等翟普通下来 施肃对一旁有些微微缩缩的苦菜说 你来测试一下 肃侠知道苦菜的性格 见苦菜不敢上前 只好抓着苦菜的手说 宗主就好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 你来我们这里就是一家 你去测试吧 无论资质好坏都不用担心 苦菜嘀嘀地应了一声 走向测试法宝并坐了上去 然后就开始运转修炼功法 测试法宝背后的黑柱 爆发出了一阵刺眼白光 这外表就好像有层黑布被接走 突兀地变得洁白起来 不但如此 这洁白还隐隐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这根洁白柱子两侧的八根圆柱 同样显现出纯白色 现在和这根表示零根滋质的 洁白圆柱比起来 那种白明显缺少了一种灵运气息 施肃是激动的上前一步 就差要动手抓住苦菜 这 这是无垢零根的 一名长老喃喃自语 手都有些颤抖 在神域 灵根的种类多种多样 顶级灵根更是五花八门 但无垢零根 绝对是顶级灵根中的顶级灵根 任何极品灵根用测试法宝测试 都会有一些淡淡的灰影痕迹 当然 极少数的灰影痕迹会直接被无视 如苦菜这样 测试原著不但没有半点灰影 还洁白到发出淡淡光芒的灵根 那就只有一种 无垢零根 无垢零根无论是怎么来的 都不会再改变 比如说在修真界是无垢零根 飞升到了仙界灵根转化之后 依然是无垢零根 这是极少数灵根转化后 不会发生改变的灵根 围结长老 多谢你 多谢你 失速抓住了一脸茫然的围结 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无垢零根这等资质 就算在神界顶级大宗门 也不一定存在 哪个宗门有了无垢零根的弟子 那绝对是宗门第一弟子 是最重要的重点培养对象 换句话说 苦菜的零根若是被别的宗门知道 肯定是众多宗门争强的对象 维介还在准备给自己找个借口 却没想到 他居然招了一个无垢零根回来 他回过神来 凝重的说 为了将苦菜带回宗门 我用了很多办法 好在最终不负所托 不对啊 你们看他的零根属性 须翼长老忽然惊声出声 不用他说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测试法宝两边的八根纯白色圆柱上 这八根圆柱居然有一根变成了黑色 还有一根则变成了蓝色 这是怎么回事 黑色是什么属性的零根呢 众人皆是面面相去 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黑色 蓝色的大家倒是知道 那表示着有零零根 如果苦菜的零根属性测试里没有黑色 只有零零根的话 那将是天凡宗信息若狂的事情 可是现在 他的零根属性里突兀多出了一种黑色 这让大家的心中都有了一些不安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庞丰班忽然站了起来 庞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施宿急切地问 他最是着急着苦菜的零根属性 天凡宗有了苦菜这样的弟子 很可能能够找回昔日的辉煌 庞丰班则是沉声说 当年我爷爷就告诉我 在上古之时 修士只有两种零根 零根有八种 怎么可能只有两种呢 几名长老同时出声 虽说有疑问 但却没人怀疑庞丰班的话 毕竟他是天凡宗庞杰的孙子 庞杰可是靠着外门弟子的身份 以一己之力 让天凡宗保留至今 庞丰班又说道 说八种也没错 因为现在的神域 的确只有八种零根 实际上在上古时代 零根只有光明和黑暗两种 其中光明零根 分为金木水火土 风雷冰八系 而黑暗零根只有一系 那就是黑暗 按照这种划分 零根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九种 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冰 还有黑暗零根 方正老 你说苦菜的零根 是黑暗零根和雷零根 没有错 那零根属性的黑柱 的确是黑暗零根 但让我奇怪的是 听说黑暗零根 并不能和别的零根共存 更何况是雷零根 可是我们并没有听过 黑暗零根呢 虚异长老周梅 他修为是不高 但是见识却不少 在神域活了这么多年 不会连一界有多少零根 都弄不清楚 旁风般谈道 我爷爷当年告诉我 黑暗零根存在于 浩瀚宇宙之中 和我们神域并非一个位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位面 是没有黑暗零根的 苦彩有黑暗零根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并非我们这个位面的人 难道苦彩是一以修 所有人都面面相许 如果说在神域 还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害怕 所有人都要打杀的存在 那就是一以修 在神界 无论是从仙界非生 还是魔界妖界等等 介于非生的修士 都是同一个位面的修士 修炼的也都是同一个体系 同一个位面的修士 哪怕界欲有等级高低 修炼到极致非生 也都是同一个修炼体系之下 长久以来 神域所在的位面 被称之为七界位面 只是无论是神域 还是比神域低的界面 大家都在一个位面之中 根本没有比较 所以也没有人会去管自己所在的位面 叫什么 但一修不同 它们不是来自七界位面的任何一见 它们是从另一个位面过来的 因为修炼体系不同 神通道则不同 会让大家对大道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 曾经有一个一修来到了七界位面 并且出现在了神域 他在知道七界位面修炼体系 和他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之后 便产生了 要将自己的修炼体系 建立在七界位面的念头 这样的想法 自然不会为七界位面的修士所接受 最后便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流血大战 这是大道之争 传闻内战 神域死去了无数强者 被杀的神王更是成百上千之多 想象一下 现在整个神域的神王也不足一百之数 当时死去数百上千的神王意味着什么 好在七界位面的强者 终于耗尽了这名一修的一切力量 将他成功斩杀 但尽管如此 神域在这么多年后 依然没有多少神王出现 从那以后 一修就是神域的禁忌 如果天凡宗出现了一个一修 那天凡宗还有机会存在吗 每一个人心里都想着一件事情 杀了苦菜 只有杀了苦菜才不会暴露苦菜是一修的事情 失速心中苦闷不已 天凡宗好不容易出现一个绝世天才 可天凡宗却不得不将他杀了 大家都觉得应该杀了苦菜 但却没人愿意主动说出来 更没有人愿意动手 天凡宗人不多 神灵气极其匮乏 但大家都过得很平静 因为所有天凡宗的人都认为 只要进了天凡宗 那都是一家人 就在大家不知道如何处理苦菜的时候 宗门外忽然传来阵阵剧烈的雷鸣之音 失速听到这雷鸣之音立刻勃然大怒 我天凡宗是没落了 我们也不出去争什么 但想把我们天凡宗当成可以肆意践踏的地方 我天凡宗人就算死绝也绝对要抵抗到底 说完之后 失速身形一闪 直接冲出了宗门大殿 其他的长老意识纷纷冲了出去 所有人都清楚 失速宗主为何如此愤怒 那是因为居然有人干在天凡宗渡劫 这简直比指着鼻子吐唾沫 还让人难以接受 殷琳看了眼还在修炼中的苦菜 他叹了口气并未作声 以修的事情他也曾听过一些 他也很想帮助苦菜 可是他办不到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